看电影的短音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沃龙女士,我是花花 今天给大家带来拳王配角中你不知道的哪些事 周比利1985年获得世界中轻量级自由搏击冠军 是世界级的拳王 他在电影中打法硬朗干脆 力量明显强于一般动作演员 在金武英雄中的表演堪称杀人机器 比尼尤奎德兹 飞龙猛将中的BOSS级打手获得过六奖世界冠军 职业格斗的战绩更是骇人的63胜林副 57次直接陪有对手 一招拿手的转身腾空 后踹直接踢晕了远镖 而他与成龙的精彩对决被黑带杂志评为 历史上最精彩的影视剧打斗场面第二名 仅至于李小龙的罗马兜售场之战 成龙电影中但凡打戏 似乎就少不了卢慧光的出场 他曾连任1984年至1990年的七届跆拳冠金 在最拳二中凭借出色的腿部功夫 寂静四座一举成名 A阶化中海盗裸三炮的挽引者 曾获得美国西安格斗大赛的总冠军 他还曾任台湾的空岛 跆拳道以及国术的总教头 被称为现代版的林冲 在80年代的35秒 就KO日本选手的陈慧敏 也是功夫旁深 当他出演的电影却异常低调 更多的是扮演老大这种 动口不动手的角色 很少显露自己的真功夫 关于全场配角 你还知道哪些魔后故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最后小组别忘了关注点赞哦 下期待会